近日,BTS通过Festile晚宴庆祝组合9周年 虽然有很多感动,但也出现了许多混乱时刻 因为成员们喝了一些酒 当他们反思过去和未来时,自然会变得情绪化 然后成员们好像泄露了成为爱情生活 由于BTS的宿舍合同已经结束 大家正式分开生活 成员们描述了他们的传说风格 酒国拥有大量闯电,不哭散气 RM并描述为艺术之家 而Dream并描述为新婚的家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描述 贝比做新婚夫妇的家,心里有些陌生 尽管RM为她解释,跟她是明亮的和白色的 但依然引起了RM的怀疑 同时,志明的反应也很独特 她不仅捂着脸笑了起来 最后她还问道,我们可以播放多少这些内容 似乎是在暗示刚刚泄露了一些秘密 一位RM在TikTok分享了一段视频 突出了志明和RM讲真的家 与新婚夫妇的家进行比较的反应 短短一天内就获得了100万次观看 和20.52万人赞 粉丝们通通通表示 如果志明只能恋爱了 二女们也不会尽量 毕竟她已经29岁了 何况她说过要31岁结婚 爱都还不舍 感谢说的最新韩语 喜欢点赞和订阅哦